我們看到這個台南國產的牛肉 消費者很介意 很多人都想去 這個台南喝一口牛肉湯 但是有哪個民眾發現說在市場裡面 像有人去買這個 淘淘台的這個 台北的牛肉 專向立委來檢舉 但是台南市農業局表示 調查在後面沒有發現人好不發的 因為應該是合法的 買素材菜單 旁邊擺出一個空間來買牛肉 有上將人離台南的一大市 一年看到業者在賣國產牛肉 不過現場沒看到豬仔煎餅 還有在土下分拆牛肉 又都發現這肉品是沒有經過 學法豬仔的素材肉 其實警察是一般國產牛肉一般 給它煩惱又拼一個台南國產牛肉 照白的影響 結合病非常嚴重 所以我很怕它這樣被散播出去 會影響我們台南市肉品市場的生育 丁正林向立委基布一支這隻牛肉 沒有證明沒法度追溯來源 當保證體支出 目前相關資料沒法度高欠 魔鬼出在細節裡面 那這個素顏制度 它只追溯到上一個來源場 這個上原場這個牛基資料 跟政府的牛基資料是沒有辦法溝擊的 台南市農業局檢區調查 表示並沒有發現有違法豬仔 到那個市場也沒看到賣牛肉 但以外共調市府 為了要讓牛肉的豬仔 經過現代化 已經投資過客來驚心設備 確實要想要去把它改變 以前那種傳統觀念 有過我們就去改嗎 那沒有的話 我們會持續來保障 我們市民的這一個 群落的一個消費安全 有關台南省華肉品市場 對丁正林保證 絕對沒有打破的打過的牛肉 都載了後離場 但丁正林因賞皮來疾控市場 有人在賣 農業會的方檢局表示 不會打破的打過的牛肉 便沒有違法 記者請問台北報導 記者請問台北